这几天,江苏泰州警方在捣毁一个涉嫌卖淫嫖娼娼的窝点时,一名卖淫女为了躲藏,竟然是浑身赤裸的跳上了窗台。 根据群众举报,泰州高岗区某休闲洗浴中心存在卖淫嫖娼娼行为,警察展开了突击清查。 当民警冲进洗浴中心四楼一间包房时,里面只有一名光着上身的男子,神色紧张。 在包房的桌上、床上和地上,民警发现女士内衣和高跟鞋。 随后,在包房紧连着的窗台上,民警发现了一名全身赤裸的女子。 在其他多间包房中,民警也当场抓获了多名衣衫不整涉嫌卖淫嫖娼娼的人员。 面对民警,有些人还千方百计为自己狡辩。 在随后对割包房的检查中,民警发现了使用过的避孕用品,并搜出一批淫贿工具。 经过初步审查,有11人因涉嫌卖淫嫖娼娼,分别被处以刑事拘留和行政拘留。 里面对金 diffé集团可是收拾空间设置、封面要捞出一批大 Quickly吃得下的一次 那这个电草就北农来看,需要避孕影。